今天的天气出奇的好 希望我的运气也一样的好 可以找到故事题材 哎 发生什么事 奇怪 那个摩托车上在的是什么 你好 抱歉 对不起 你好 抱歉 我刚才在天桥上面看到你搬这个东西 好特别哦 算盘来的啊 是啊 你在哪里买的啊 这个是我亲手做的 你亲手做的啊 为什么你会做这个东西呢 我本身也在从事猪算教育 哦 你在教人家用算盘啊 对 哦 这些是给小孩子用的吧 对 而且同时给很多个小朋友一起在计算 很怪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那么长的算盘 嗯 蛮特别的哦 只有一个 我家里其实还好多 家里很多 是吗 这样子你介意我到你家看一下吗 没问题 哇 这个住家根本不是住家 简直就是一间算盘博物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算盘哦 Soroban Museum Soroban是什么意思 Soroban是日本话 算盘的意思 哦 算盘的意思 然后在我制作当中这个是最小的 是用Satistic 把它削薄 然后用那个大头钉的针这样给它穿上去 大概是七八年前做的 哦 OK 这个其实是一个古董 古董 已经是绝版了 嗯 对 是一个日本朋友来看我的时候送给我的 那我刚好有这个灵感就把它就是镶在这把桃木剑上面 嗯 对 所以相当的特别 来 哇 请进 算盘的房间 对 各种各样的算盘 这个蛮有趣的 这个是我在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个皮带 那这个皮带那是本身是麻将 所以我把它买了几条皮带出来 然后把它就是做成一个算盘 哦 这是麻将的算盘 对 嗯 对 比如说 比如说245 加553 减196 那我答案是602 嗯 嗯 嗯 有趣吧 有趣 我这一听到你刚才在那边吃多少多少减多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 天旋地装 马上就天旋地装 对 原双平老师这一桌满满的算盘都是他过去八年的精心杰作 至今 嗯 嗯 是 哇哦 哇哦 让我很佩服耶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小的时候处学一向来都是不及格的 没关系 他告诉我 他准处打破自己在1998年创下的建立式世界记录制作一个长达九点五五米比八市还要长的算盘到时候四十名小朋友可以一块使用这史无前例的巨型算盘可是要制作一个这么长的算盘所需要的材料也是非常的多的 这些材料都得来不易那我联络过很多方面都没有办法说卖我珠子所以后来我有通过一位泰国的一位学生那他就有一些connection就是我就飞过去泰国然后他就送给我两千多颗珠子是完全免费的 泰国的学生是是你的学生还是他是来这边向我求教然后我教会他住心算后来他也是蛮不错就是把我说 他有教会他这些教学法也宣扬到泰国的皇室里面去甚至他也邀请我到皇室那边去参观他那边的一些教学的方式 曾经到过泰国的网工里面对你制作这整个算盘花了你多少时间 这两节的话已经花了我两天半的时间两天半的时间那基本上的话就是他最难的部分是在一气呵成把他接上去的时候所以很多角度上都要抓得很准 而且每次这样子我一开工的话就要做可能要七八个小时这样不停的一直这样做所以每次做到手都会起泡很肿两个双手都会通红 所以是蛮辛苦的那做完之后那种成就感就是很累摆在那边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兴奋 老师啊你不只是收集算盘啊也收集这些像是玩具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这些是一个名人算盘来的那它是一个日历 也是算盘 对是一个日历 都不像算盘啊 因为我说过刚刚跟你讲过上注代表五下注代表一 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个数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从这边看起 对 年月日 一 二 这是二了 对 袁老师的这个名人算盘不止极具创意而且用心良苦 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用这些名人算盘来教学 让学生们一边学习注算 一边能够了解这些名人的生平以及历史背景 袁老师说在众多算盘当中他最喜欢的是在1998年创下建立式世界记录的作品 由于家里摆不下只能放置在他的珠川学校 所以我特地到他的学校走一趟去看一看这个令他感到骄傲的作品 那你那个创记录的算盘就是 就是这个 对 一共是4.88米 4.88米 对 13公分 对 1200个算猪可以容纳20个小朋友一起同时计算 袁老师教猪算已经超过了13年 或许是职业病吧 一到了他的课室他又开始对我教起数学来 真是伤脑筋啊 古老的学问经过了一番精心的设计之后 不仅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还可以再次吸引小孩子们的目光 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 这真是多亏袁老师的一番苦心 喂 诶 主编 照片你看了吧 还满意吗 嗯 朱涮 对啊 有他有教我一点点 你孩子要学 可以啊 我帮你做安排啊 什么 礼拜天 你要我去教你孩子 怎么可能 诶 喂 喂 袁老师 救命 给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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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